我拜託他現在就是來 拜託拜託 歡迎收看小明說財經第33集 小明同學上課啦 大家好我是Bella 讓我們歡迎小明同學紀委民分析師 大家好我是紀委民 今天的錄影時間是11月28號的盤後 期待的做夢做帳行情還沒有來 等到的卻是川普的關稅攻擊 你不知道要給我reaction 近期台股表現欠佳 最主要的原因呢 那就是受到美國準總統川普 頭下的關稅壁壘震撼彈 川普揚言對加拿大 以及墨西哥開增25%的關稅 在墨國設廠的代工廠股價全面重挫 紅海圍影分別跌破200塊 跟2000塊的整數大關 家計廣達偉創英業達 等等的AI伺服器代工5強 昨天的市值一口氣增發 快要將近1900億元 那有些股民表示不妙不妙感情討 那有些人覺得200塊以下的紅海 卻是好買一點 你怎麼看呢 這個關稅重拳 說真的大家應該算是記憶猶新 因為如果你有經歷過 2018年川普這個貿易戰的話 你會就是對這個畫面 你完全就是 欸怎麼好像又來了 對那種時光倒流的感覺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 在過去我們去做這個所謂的 關稅研究上面 你一定要先了解美國的貿易結構 美國的貿易結構什麼意思 誰呢是美國主要的貿易夥伴 進口跟出口 中國 欸確實以前是中國 但是呢現在咧 欸確實還是中國 應該要怎麼講 我們在看這一些所謂的貿易上面 你要把它分成進口跟出口 那因為美國是消費大國 那現在來看的話呢 因為呢其實資料上面 會有些時間上面的差異 以前在2020年以前的話 大概中國都是所謂的進口第一名 可是呢你呢只要到了最新的資料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2023年的資料 2023年的資料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 其實墨西哥變成第一名 第二名是加拿大 第三名才是中國 原因就是因為2018年 當時川普貿易戰給他打下去以後 很多的這些工業就開始外移 所以呢在這個 從中國進口的金額就變少了 但不代表說呢 欸美國的消費變少 他只是跑到其他地方 而在這一次的關稅站上面的話 你會發現像是 日本啊南韓啊台灣 其實都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 所以我們明年前保 我們其實在佔整個美國的貿易的 這個進口額裡面大概 因為我們關稅比較低 我們關稅 確實是相對來講比較低啦 但我們要講的是因為台灣的這個電子供應鏈 對美國來講是必需平 所以呢台灣雖然呢 佔整個全球的這個所謂的人口很少 但我們貢獻全球經濟的比例是相對大很多的 那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 川普在打這個貿易戰 在打這個關稅戰的時候 要理解到底關稅能不能呢 就是這樣子一路無阻的 就是順下去 你要從法規上面來看 原因就是因為他不能說他想加就加 我們跟大家講 川普這次如果要呢 加關稅 他呢應該會有三種方式可以走 第一種呢就是援引這個 所謂的法條 一個叫做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 IEEPA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是1974年的貿易法 那他呢 這個是第二個方式 第三個就是呢 美墨加的協定 他裡面有一個緊急條款 這個所謂的特別條款 你用國家安全或者是公共健康的理由呢 可以就用行政命令去加稅 可是我們如果用過去的經驗來講的話 這些法案要通過之前呢 就是他要加關稅之前 都需要有時間去做調查 然後調查說 你這個理由到底有沒有成立 通常要多久 通常要差不多至少要一個季度 至少要一個季度 我們以2018年那一次 川普打這個所謂的貿易戰的時候 他其實從2017年4月 就已經開始啟動調查 一直到2018年的1月中才調查完 所以他其實是超過了3個月 應該說是整整將近3個季度 那你距離川普真的上台是明年1月份 那他如果再一次的重啟調查 你到真正調查完 4、5、6月了 你可能要到2025年底 你才會看到他把關稅加上去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 在過去剛好2018年 那次美洲貿易戰 我那時候還在當研究員 那個時候呢 我們機構上面的研究報告 就是在專門針對貿易戰上面的關稅 剛剛好就是我 你是關稅達人 我們是關稅達人 我們當時做了非常細的研究 所以我們很了解這個關稅運作的機制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關稅它只是一個工具 而不是目的 重要的是什麼 讓美國再次偉大 所以只要達成這個目的呢 那川普就會在未來的4年裡面 不斷的用關稅這個方式 來去威脅其他國家呢 來達成他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這個目的 所以我們剛剛回到正題 200塊以下的鴻海是好買點 我認為是啦 對對對 這個其實我們就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 我認為在受到所謂的貿易戰 或者是關稅影響的這些公司 他們因為股價跌下來 其實事後來看都是好買點 就是代工五強他們的股價 其實都是被錯股的嘛 對 因為呢 這一個關稅 其實對公司帶來的衝擊 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大 短線上面是情緒影響 但你長期來看回歸到基本面的話 通常股價都還會再漲回去 甚至創新高 好的 好 那這集小明說播出的時間 剛好是12月1號 每股通常12月都會開啟聖誕行情 通常這段12月的飆漲行情 被稱為聖誕老人集會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因為機構經理人文王 會在年底賣出虧損的標的去抵稅 並且運用流入的資金 買進較強勢的個股 簡單來說就是美化他們績效啦 那自從1945年以來 美國股市在12月的最後5個交易日 到1月的前2個交易日 會有75%的機率上漲 也被稱作是聖誕老人反彈 那你覺得聖誕老人有可能會來台灣嗎 我拜託他現在就是來 拜託好不好 再不反彈 我覺得很多的投資朋友都已經快受不了了 沒有信心了 那好啦 我們當然是原本 如果就統計上面的數據來講 其實11月本來就是一個上漲機率比較高的月份 但你就會理解到了 上漲機率高不代表他一定會上漲 對 今年就是這個樣子 今年就是沒有上漲那幾個% 對 特別是最近股市都特別爛 對 好 那我們要回歸正題啦 我覺得這個鐘擺效應還是會存在 你11月份行情不好 那照統計來看12月份的行情 一般來講就是統計上會比較好 所以11月已經不好了 我認為12月份的漲幅應該反而要更值得期待 那這個聖誕老人行情啊 我們他還是會有點邏輯存在啦 通常一般來講因為12月是聖誕節 對 那外資會去放假 那放假的時候法人去放假 變成是散戶會開始參與市場 對 那散戶參與市場就很容易怎麼樣 他不管估值啦 想買就買嘛對不對 開心買 往前衝 對 帶著鋼盔往前衝 想要賺年終想要衝 他想要買聖誕禮物嘛 對 所以這個當然是散戶的情緒 再來是因為其實聖誕節就是美國的消費旺季 所以消費的這個所謂的增加 它會帶來一種幸福感 幸福感就是讓你想要再去買股票 再賺更多的錢 所以就是你有各種利落的因素 會在剛好是在12月底的那個時候開始發酵 所以一般來講 確實美股在12月份上漲的機率比較大 那回到台股的話 事實上台股在12月份上漲的機率 以統計來講大概80% 而且上漲的幅度甚至會比11月還要來的更高 所以聖誕老人行情會不會存在呢 會不會發生 我認為今年會 我也期待會 甚至應該說是 我們希望這個行情發生 希望聖誕老人來發禮物 發給什麼 發給認真的投資朋友 讓大家都有一個呢 好的聖誕節可以過 拜託拜託 好 接下來呢 也是最近盤面上非常熱門的議題 就是COWER先進封裝的檢測告急 核大董事長沈國榮在25號的時候宣布 核大高峰將攜手國內半導體先進封裝的 溫控技術龍頭業者 在下個月共黃投資成立新公司 核大新科技 那他會聚焦於後段測試 分選機 以及溫度控制系統 用現在最先進的檢測技術 搶10千億元的大市場 除了核大跟高峰之外 其他切入半導體的工具機供應鏈 有哪些可以留意呢 其實我覺得蠻多的耶 我們之前已經聊這麼多 半導體設備 隨便舉幾檔 我們之前做的油威科 油威科其實也是啊 然後我們聊過什麼萬潤 萬潤都要就是做私自身的設備嘛 那我覺得接下來他還有機會復活 然後像你如果要做金 就是金背供電 金元背面供電的那個 那你金元薄化像是中砂 像是深陽辦 我覺得他們其實題材都還在啦 那當然就是我們過去聊的這些設備 大家要回頭去看 那我們今天有一些 我覺得近期我們有在關注的 兩間公司 第一間 柏磊 柏磊我們會關注他 其實柏磊我們之前也分享過 原因就是因為說柏磊 他就是原本就在做所謂的PCP設備 那他現在有很多的PCP設備廠 變成了轉型到半導體的設備廠 那柏磊他的優勢在哪裡 他的董事長好像叫李篤城吧 如果我記錯的話不要罵我 這邊會更新 對這個更新 那當然李篤城的話他也是 是旺系的總經理吧 還是誰 反正總經理是這兩間公司 高層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這兩間公司 其實你會發現他們的經營層是有 有互相共同的人啦 那當然柏磊他厲害的地方是他在跟萬潤 其實有做到一樣的東西 他跟泰森也有做到一樣的東西 你說失事製成嗎 不是不是失事製成 他們在做一個是做切割機 然後另外一個是做直球機 對那這兩 所以他們是有共同一樣的產品的 所以我會認為說 以目前來講台股已經跌得稀里花拉了 股價型態還要能維持多頭的已經不多 那柏磊算是呢 我認為股價還在多頭 而且有經過回檔修正 那我認為這類型的股票 就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再來第二間呢 你猜猜看我們要講誰 我猜伯特光法 你怎麼 上面就寫了 你們還在那邊說什麼 這不是有什麼話 因為他是會遠持股 對 所以因為我主持他的解範節目 所以我知道伯特光 但你不知道伯特光跟半導體設備有關吧 因為他有一個光字啊 他感覺應該是要跟光學有關 對 嚴格來講他原本也是跟光學有關的 但他有轉型就對了 他也算是有轉型 而且這件事情我覺得大家比較 就是市場上面比較少人知道 我們先跟大家講 詳細解釋 對詳細解釋 來首先伯特光啊這間公司 你一樣要去看他的董監事 他裡面有一個讀懂叫做劉振淮 劉振淮是誰的讀懂呢 他同時也是合大的讀懂 哦 你剛剛是不是講合大跟誰 對 合大跟高峰 對他們同時切入這個 就是要去成立間新公司 去支援COVID的產能 所以伯特光他原本在做的是所謂的光學質據 就是你要怎麼做鏡片 那他就是去生產 生產鏡片的這個金屬料 那現在呢就是傳出打入了這一個 所謂的半導體設備 裡面的零組件 那我們原本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想說 他要透過什麼管道 看了一下董監事持股 不是所謂的就是他們的董監事 什麼奇怪他跟核大 剛剛好有一個 居然是同一個 對會有一個同樣的讀懂 所以我們從這樣子的聯想 我會認為確實這個消息應該是有道理的 那我們認為以伯特光的股價形態來講 也確實都還是維持在多頭的結構 然後相關的不管是籌碼還是基本面 我們也都整理了一份研究報告 所以如果有來拿的 那我相信投資朋友已經看到 還沒有拿的呢 那應該在 下面的連結 對下面的連結 點進去不用錢的 不用錢免費的就送給大家做參考 我有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去看人家董事會 裡面人的名字會一樣 這個是我們做研究的功力 因為大家不看 真的嗎 同名同姓 基本上不會 因為你可以去看每一間董監事裡面 他會告訴你說 他們董監事的背景是什麼 名字一樣背景有可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他們念不一樣的學校 或者不一樣的工作 他們在不同的地方當保持會 他們可以把機密告出另外一個地方嗎 欸不行 法規上是不行 但是呢 你要想想看他在一間公司裡面當董監事 啊 我今天何大 我想要去支援Cowars的產能 我知道我有另外一間公司 他有能力做這個 哦 我就會推薦 對推薦嘛 推薦嘛 所以博特光就受毀 對 所以我就是一樣的 這份報告如果投資朋友有興趣的話 在我們群組可以索取 趕快點擊 連結 對下面的連結也可以啦好不好 好或是交流老師 NineA跟Telegram 好我們謝謝小明同學 今天回答馬上進入下一個環節 頒獎 我有問題 頒獎 我有問題 請提問 沒有問題 前面沒有任何一道問題 因為我們實在找不出適合的問題 最近太多人誇你們 因為我們現在是兩個月 不是兩個月 兩個禮拜 錄一次小明修財經 所以導致呢留言數比較少 或者是留了言都是在稱讚我們 或是謝謝季老師 然後我們就 就是沒什麼問題可以回答 過得過期了啦 對對對 所以 希望大家還是可以踴躍在下面留言 我們還是會回答問題 或者是季老師會海巡 就是看你們留言或親自回覆之類的 然後 希望大家踴躍留言 然後也謝謝大家觀看 記得要教老師的 Telegram Money17168 一起一路放一個比賽 不是啊 我就覺得我這個禮拜好像 少做很多事 雖然我內心是愉悅的 但是感覺空虛 所以你還是喜歡錄影的嘛 不是 他也很想回答大家問題 對 我喜歡跟大家互動 我們還是 問題沒有問題 對啊 沒有問題 還是我們現在做一個特輯 就是專門在回答問題 那一定有啊 新年有一個特輯 就是一定 每一年都會 過年的時候 慣例 對 先跟大家講 隨時看一下 季老師的Telegram 他如果發了表單 要趕快上去解 馬上填 什麼問題都可以 都可以問 身高年齡體重 三圍啊 三圍啊 都只有檢視頭髮 近視多深啊 對啊 你們快把我賣掉了 你知道嗎 想問什麼都可以問 對 好 再一次結尾好了 好 一定要加入季老師的Telegram Money17168 一起一路放 今天小民宿的財經就到這邊啦 拜拜 下課了 下課了 今天又是12月中了 好爽 好棒喔 好快樂喔 其實改成那個模式後 我個人變得很輕鬆了 到我兩個禮拜就要剪一次 確實 然後呢 我年底又要出去玩 大家又會少了一集 怎麼辦 一次會直接過一個月喔 你一個月剪一次喔 好爽喔 好爽喔 應該只要打一次字幕 好爽喔 確實是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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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